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波兰总统杜达于6月22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杜达总统举行了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分别会见 杜达总统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5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还赴上海参访 今年是中国和波兰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在会谈中回顾了两国关系75年的发展历程 并为下阶段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战略引领 习近平主席表示,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交流互建的中波友谊内核 加强各领域合作的战略协调和统筹规划,大力推动两国文化、青年、学术等领域的交流 杜达总统高度评价双边关系发展及各领域合作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表示波兰方面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希望同中方拓展互利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调 愿意为推动欧中关系的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继续促进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建政签署了经贸、农业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还共同发表了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三年行动计划 一致确认优先开展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和绿色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和波兰传统友好,波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互利合作成果丰硕 此次访问深化了政治互信,丰富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促进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和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下阶段,中方愿意同波兰方面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秉持建交初心、更续传统友好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高水平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